整栋别墅是位于普吉岛的邦涛区 那么它是依山而建 邦涛区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开发商 正在这块区域做开发 是因为它的土地相对的来说比较平盏 那么这栋别墅有点例外的地方 就是它是沿山而建 这栋别墅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 四周都被热带丛林所环抱 而且它的旁边还有一条瀑布 这是我们拍到很多别墅的 很少见的一个自然景观 隔壁平大叔看遍普吉豪宅 今天要带大家来参观一套 位于普吉邦涛区的半山别墅 那么整栋别墅都建于普吉岛邦涛的半山之上 通过屋顶为大家介绍是最详细的洞线 这栋别墅占地是1130平 建筑面积是850平 那么整栋别墅一共是有4层的楼层 首先我们是在楼顶的位置 那么我们顺着楼顶往下走 来到我们这栋别墅的入口 我们可以看到从楼顶下来 我们首先能看见的就是它的车库的入口 从这个地方过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得见下面是楼梯的入口 这就是双入口的一个设计 对不对 首先我们通过车后入口来到室内 那么这一层是我们别墅的第三层 那这一层一共是有三间房间 我们先到前面的房间来看一下 那么这栋别墅位于普吉岛的邦涛区 那么它也是一个度假型的别墅 它一共是有六间房 那么六间房它各有不同 那么这一间客卧我非常喜欢 它布衣沙发和配色 真的非常漂亮 眉红色给人一种典雅和明快的感觉 对不对 那么这里首先进来以后 是有一个双人床 那么户外我们就能看到周围的热带 丛林和邦涛的海景景观 好现在我们到第二层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遮阳板的设计 在这里还有小的办公桌 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做check-in的地方 好来到刚才的中间的中厅 我们来到第二间客户看一下 那么首先进来以后 这边是它的独立的卫生间 然后旁边同样是两米的双人床 也拥有一间独立的阳台 会比刚才那间稍微小一点 好继续往里面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板 都是采用了这种实木地板 然后来到我们这一间的客户 它是一个下层式的一个设计 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可以感觉到海风 栩栩栩栩栩栽 非常凉爽 那么中间是两米的双人床 旁边还有个小的沙发 在它的后面还是有一个超大的户外阳台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环境 可以看到它周围的环境真的非常棒 这种别墅是被邦涛的山景环抱的一栋别墅 那么它的最大特色就是高度 对吧 可以俯瞰整个邦涛区域 而且周围都是茂密的热带丛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间客户的露台 非常的宽敞 那么这一间卧室它拥有一个非常阔绰的衣帽间 对吧 整个衣帽间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采用这种实木的装饰 非常的贴近大自然 对不对 那么进来以后 这是它的领域空间 这里还有一个超大的按摩浴缸 我们可以看到采光也是非常的充足 那么这就是我们上楼的这三间客户 我们现在呢继续往下走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超漂亮的吊顶的吊灯 通过这个圆弧形的旋转楼梯 我们就来到我们刚才看到的步道入口的地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间主卧和旁边的宫位的位置 对不对 我们先到主卧来参观一下 这样的一个膝柜啊 也蛮漂亮的 好来到主卧 我们可以看得见 同样是一间非常阔绰的主卧 那么旁边呢是两米的双人床 还是先参观它的衣帽空间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它的配色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黑色的衣帽柜 加上眉红色的凳子 同样双洗手台的设计 它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 让整个房间看起来非常的大 好 那么进来以后呢 这里同样跟楼上是一样的 按摩浴缸 加上旁边的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 同样两面采光窗啊 让领域空间非常的敞亮 我非常喜欢它的这种沙发 非常漂亮 然后这里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栋别墅的最大的特点 第一个是它的高度视野 第二个就是这栋别墅的周围的环境 我们可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啊 都是被绿意匆匆的热带丛林所环抱 而且它的旁边还有一条瀑布 在雨水充足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听到 潺潺的瀑布的流水的声音啊 那么就在它的旁边非常的凉爽 好 通过这个露台 我们就来到旁边的泳池空间 那么这个泳池呢 我们可以看到深蓝色的池底啊 非常的深邃 对不对 而且可以看到旁边热带丛林的导影啊 让整片泳池景观非常的棒 那么这个泳池呢 长12米宽4.5米 就好像坐落在丛林之上的一片泳池 对不对 参观完泳池以后 我们继续回到室内啊 那么这里呢 是有一张八人做的餐桌 那么同样它还有拥有一个户外餐桌啊 那么在住在这里 可以看到户外的景观 深绿色的丛林景观 加上深蓝色的池景景观 并且倒影着蓝天白云 这种画面真的非常疗愈 对不对 OK 好那这里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餐厅的入户 就是我们刚才的大门入户的空间 对不对 那从这里可以直接来到我们室内的一个位置 那这里呢 我非常喜欢它的厨房空间 它的厨房空间配色啊 真的非常的棒 可以看到米黄色的布衣沙发 再加上我们竹母绿的橱柜 非常的美式 对不对 这种橱柜 我们可以看到 加上这种玻璃的橱窗啊 非常的典雅 而且这里也是做了一个 对吧 吧台加上操作空间的一个设计 那么后面呢 是微波炉烤箱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酒柜 这种配色显得非常的高级 那么这里还有小的桌台啊 好 那么进入到我们的会客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会客空间采用的都是这种皮质沙发啊 坐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质感 OK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处电视墙和电视柜哈 过来以后 我们就来到户外的休息空间 那么这个休息空间分为两个区域 那么在这片区域 你可以在这晒晒太阳 那么在这里呢 可以跟朋友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对吧 吹着海风 非常的棒 我觉得这里呢 可以其实改为一个茶室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好 下面我们就通过这个楼梯啊 到达负一层的客卧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楼梯往下走 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贴近大自然 那旁边的这种椰子树 对吧 还有我们来到这里就能看见我们这一层的一个景观设计啊 非常的棒 好 然后来到我们楼梯的边角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边户 它还拥有一个户外的小阳台 对吧 进来以后 那这里是有一个客厅的位置 每一层都配备 那后面是机房 那么通过这个小的走廊 我们到达第二间房和第三间房 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间 对吧 领域空间 过来以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间主卧首先能够看见这是两米的双人床 然后户外的这个对吧 非常有意境的水墓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墓的其实它的这个水井是从上面的泳池下来的水井 丝毫没有浪费这里的水源 OK好 参观完这间客卧以后 我们往前走 那么这一层呢 是有两间客卧 那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配色又发生了变化 对不对 翠绿色的背景墙 两米的双人床 来到这里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每坐在一个阳台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对不对 随着那个高度的降低 那下面的芭蕉树的翠绿的这种景观又突现出来 对不对 不管你在哪一层 你在任何的地方 你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亲近 是不是非常的nice啊 那么这一间客卧同样还有一个 独立的衣帽空间 并且它的这个领域空间啊 也是采光非常的棒 双洗手台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间鲤空间 它是没有隔断的 都是敞开的 非常漂亮 这种黑色的大理石的台面 非常漂亮 OK 那么这栋别墅呢 就带大家参观到这里 那么这栋别墅呢 我重新给大家附属一下它的数据 整栋别墅呢 占地是1130平 建筑面积是860平 那么这栋别墅呢 是在邦涛区的半山上 所以说它也是比较极少的一些 在邦涛区的山景的别墅 那么这栋别墅呢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在山景呢 也能看到壮丽的山海景观 但是呢 它是属于远景的景观 一共是有6间卧室 那么可以容纳12位宾客 同时入住 那这栋别墅现在也是在出租 那么这栋别墅呢 我觉得非常适合那种 喜欢安静或者宁静的朋友 可以来这儿住上一段时间 享受感受普及岛这种记忆的时光 对吧 也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它的室内装修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考究 美式的装修和家师啊 也是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对不对 不同以往我们拍过的态势 OK 那么这栋别墅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跟着平时大叔 看遍普及豪宅 这栋别墅呢 就给人一张吃饭了